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原本是想说应该大部分是V2V的部分 其实我没有想到整个会场还有做人员的管制 我们的展示厅的外面都是大排长龙 就是不敢让太多的人进来 更棒的就是说更另外一个层面是平常没有要做到 就是说你有机会就直接接触到当地的消费者 在天津现场的时候我们有消费者他直接就告诉我们说 他常常看台湾的新闻 然后也常常吸收台湾的一些知识 所以当他知道我们的床都是在台湾研发生产设计制造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床 所以他就当下也二话不说 就是我们的那个价格他就直接就接受了这样子 同时去接触很多不同地方的 可能是清香商当地的买主 然后一直到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机会可以直接接受到消费者 尤其是外贸协会肩负了把台湾的这个科技跟这个产业 向外推展的这样的任务 那事实上他们也投入了很多的人力跟物力 在协助我们这些医疗院所 大陆第一就是全世界第一 那这几年来外贸协会在大陆长 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大陆的市场 我们现在讲的成长是最快的 其实贸协带着我这样走 已经帮我透展了全中国大陆 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可以开创更好的一个两岸的国际医疗商机 我不知道除了找外贸协会还可以找谁 他可以去帮我们筛选一些 是真的买主还是假的买主 还是有一些真的是来欺骗我们的 他都在这方面都帮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把关 这些中小企业要我们到非洲到中东 因为毕竟人生就不错 冒险的确在这一块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也让我们省了很多的力气 真的给了我回家的感觉 所以说让我们在一阵慌乱当中有安心的感觉 印度算是我们第一个正式走出去的一个 一个算是拓销活动这样 对我们来讲最实际的收获就是有成交 那目前为止我们是就是说 已经有接到单也出货 然后客人也又下后续的订单 既然那么热露 所以说在当下 很多的这个参展的厂商 就当下就 哎呀我明天还要来 明天还要来 明天还要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看到有很多發展的能力 分析中是無籌 唯一最好 imperassed 他們會對我們來源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推銷我們台灣製造的產品 给全世界的買家 就会打开那个电子报来浏览 然后看看一些有些什么商业活动 还有跟我们这产业有相关的一些讯息 给我们一些买组的一些电话配信的资料 那对我来说也是当作发了客户的一个蛮重要的基础 但在基本上台湾交易协议会很利用 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确保台湾的公司在这个业务协议会成功 这个业务协议会成功